据缅文媒体报道,汕邦北部明帝五联盟组织与缅甸国防军在中方的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的第二天,战事又被重新点燃。 据当地消息人士透露,自1月13日凌晨以来,双方在汕邦北部角梅镇区交战。 以史为敬,可以知星辟,以人为敬,可以明得失,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缅甸各方刚在昆明签协议,又打起来了。 从上午9点左右开始,陆续有大小武器轰炸声传来,一名角梅镇军民说。 据当地军民称,自13日上午9点左右开始。 缅军和德昂军在角梅镇和平山附近爆发交战,双方不断使用武器相互射击轰炸,军方出动军机进行空袭。 缅军出动了5架次飞机对南散镇军民区进行了轰炸,导致一家茶叶制造厂受损。 下午16点半,缅军再次出动飞机对南木杜镇曼里村进行了轰炸。 随后,缅军还对角梅镇、摩谷镇、西埔镇等腊需周边地区进行了炮击,造成多处民房毁坏和一处学校被炸毁。 此前据报道,汕邦北部民地五联盟组织与缅甸军方于1月10日至11日在昆明进行了第四轮和谈。 达成在汕邦北部,包括目前正在交战的角梅地区,暂时停火协议。 根据协议,汕邦北部民地五联盟不会对汕邦北部的军事基地和战略山头发动军事袭击,缅军也不会对汕邦北部民地五联盟联盟控制的城镇发动空袭。 中方耐心是有限的,对于目前可能出现的零星交火,偶发冲突,中方呼吁各方进最大程度克制,要管控局势,确保停火和谈湿头得到维持,中方也将继续为此做工作,让缅北局面向着软着陆的方向发展。 而同时,缅甸中文网的消息也声称,近期在青帮、克伦邦、德昂自治区等方向仍有战事爆发,这可能是在各方已经前往中国谈判期间爆发的战事, 不排除是地方武装和缅甸政府军互相抢夺谈判筹码,因而导致战事仍然持续不断。 结合这些情况来看,缅甸内战各方应该不至于不给中国面子,只是各方都有自己的想法,肯定是要争取利益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摩擦。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也曾调解过中东局势,并促成了沙特和伊朗的和解,这也使得海湾地区局势迅速向着稳定和平的方向发展。 现如今中东又爆发了巴以冲突,阿拉伯国家仍然寄望于中国发挥作用,而中国也在做出努力,尽量促成加沙局势尽快走向和平,这样才能挽救当地230多万人口的生命。 此轮起于缅北的内部冲突,算是对缅甸内部格局的一次重新洗牌,就算是米昂来政府能够顶住民族团结政府等反对派的后续进攻,其能够完全控制的范围也会大幅缩小,甚至有可能只剩下首都内比都。 仰光等以缅族为主的核心地带,果敢等边境地区,大概率会如此前的瓦邦等第一样。 实现事实上的独立自治,中缅之间很多合作事项,也就需要实际控制这些地区的明第五等势力参与其中,才能够顺利进行。 就拿在停火后,被果敢同盟军,德昂军等方实际控制的果敢地区来说,清水河等中缅之间重要的边境贸易口岸缅方一侧的控制权,都在明第五手中。 但很多货物的最终目的地,可能是缅军控制区,货物如何过境,边境关税如何确定,就都需要与这些明第五区谈。 中缅尤其管道也是从果敢过境后,在云南瑞丽进入我国境内。 管道在果敢地区的安全保障问题,自然也需要果敢同盟军出力。 而且,缅甸国内部分势力背后,有域外国家的影子,这些势力是否会在未来浑水摸鱼,破坏中缅正常合作,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说,缅北战局的结束,绝不代表未来缅甸局势的发展。 关键问题未达成共识。 双方虽然迎来了和平,但这种和平非常脆弱。 因为最关键的问题并未达成任何协议,缅军一旦整顿好军队,随时可以发起反攻。 我们先来看看双方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双方军队立即停火,避免再发生对抗,承诺如出现争端,应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2.三兄弟联盟承诺不再对善邦北部的缅军主要阵地发动进攻,缅军也承诺不再炮击或空袭三兄弟联盟控制的地盘。 3.双方承诺不破坏中国在缅投资,不伤害中国在缅人员。 4.其他事项仍然需要进一步谈判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协议内容是三兄弟联盟先公开的,前两次谈判的消息是缅军先公开的。 公开协议的内容就是想要实现舆论监督,以免对方破坏协议。 前两次缅军主动公开,是因为战场形势不立想达成停火。 公布内容后,如果对方再开火将会背负破坏停火的责任。 同样,这次三兄弟联盟主动公开协议内容,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确实不想打下去了。 然而,数欲进而封不止,前面说了停火协议看起来非常脆弱,因为最关键的点并未达成协议。 缅军并未认可三兄弟联盟对控制区域的合法统治,停火范围也仅限于善邦北部地区。 这也就意味着,缅军可以把兵力暂时收缩到对自己更有利的地区继续作战,等某天缅军做好准备。 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向三兄弟联盟发动进攻。 因为消灭明帝五,统一国家是缅军的终极目标,这一天迟早都要来。 明帝五和缅族内部的反对派群起而攻,现在正是缅军最脆弱的时候。 而且,三兄弟联盟占据着绝对优势,为何要在没达成关键协议的情况下停火呢? 接连胜利,背后却有隐忧。 就同盟军方面来讲,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背后也有着深深的隐患。 开战之初,同盟军出其不意地占据了清水河,并联合德昂军在外围的木帮,柜盖等地发动攻击。 第一时间,便切断了缅军的增援路线。 此后的战争基本上按部就班进行,虽然进展大大超过了预期,但在滚弄, 拱掌以及老街东城地区还是遇到了比较激烈的抵抗。 尽管同盟军方面没有报道,但也不难预料,在这些战斗中他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伤亡。 所以从开战之初,便不断传出同盟军强制抓兵的消息。 比如一开始在清水河地区,见到士林果敢男女便抓走,使得难民不敢从清水河外逃。 一些人还把脏水泼到瓦帮身上,说瓦帮不愿接受难民。 最后瓦帮发声明,不点名批评同盟军后,他们才放开清水河。 后来同盟军又继续在新占领的地盘上征兵,要求村干部返乡。 而且征兵范围很广,要求五抽二,二抽一,而且不限男女。 如果不回乡的,会没收房屋分配给其他人居住。 继而又有许多网友爆料,说自己的亲人只训练了三五天便被送上一线。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同盟军出现了一定伤亡,前线缺兵。 一支部队的灵魂是老兵和骨干。 如果老兵伤亡过大,部队战斗力将会大打折扣,补再多新兵也无济于事。 所以,别看同盟军地盘占得多。 但部队血液更新之后,还是要停下来进行一段时间的训练和整顿, 才能让部队保持战斗力,否则一旦在战场上受挫,将会极大的影响士气。 同时强制征兵也带来了许多的负面影响,首先便是引起老百姓的反感。 其实,就连国队地区的老百姓,大多数人也不愿意上战场打仗, 强制征兵让这些人对同盟军产生了反感。 国队老百姓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比如另一个华人聚居区大蒙夷,历史上他们从来未被国队统治过。 而且比较轻勉,在同盟军攻占大蒙以后,就有当地华人发帖,要求投人组织部队反攻。 越往南面,抵触心理更强。 网上传出同盟军正在南下围攻蜡虚时,这一地区的华人表现出更加复杂的心态。 除了一部分有钱人提前逃离蜡虚外,许多华人青年更打算加入当地民团或者缅军,保卫蜡虚。 由此也可见,如果同盟军不停战,继续攻打蜡虚,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德昂军的情况其实与同盟军类似,但对于停火他们还是有点心不甘情不怨,表面上看。 德昂军也占领了许多地盘,但这些地盘大多是其历史辖区。 而且最关键的地方并没有打下来。 德昂军其实早就对木杰口岸拓弦三尺,拿下这里将会极大的解决财政困难。 一开战,德昂军就在打木杰,但木杰对缅军来说太重要,投入了重兵,一直坚守到现在。 相反是同盟军这边,彭德人在元旦讲话中的描述是超预期完成任务,所以,同盟军急欲抽身。 这种情况下,德昂军也只能停手。 若开军则是一支客军,他们定位很清晰,在缅北参战主要是锻炼部队。 其他两支部队赢了,就有足够的地盘让其生存,他们主要利益在下缅甸的若开帮。 但这里又是缅军的核心控制区,要想在这些地区取得最终的胜利并非一天两天的事。 况且现在若开帮并不在停火协议内,假设时机成熟的话,同盟军和德昂军完全可以换装南下支援,事实上明帝武坚经常干这种事。 所以,总体上看三兄弟联盟对停战也有需求,并留有后手,未来如何发展,还得看双方之后的谈判,能就一些细枝末节的事谈成什么结果。 拜登不敢打中东大战,美国或遭恐袭,与缅北冲突的趋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东局势近日急速升级,以美英为首的联军在野门对胡塞武装进行一系列空袭,这一行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切。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打击胡塞武装,但专家普遍认为,这并非意味着美国准备卷入一场大规模中东战争。 观察者普遍认为,此次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应对国内与国际舆论的压力,向胡塞武装展示美国的强大军力,以迫使其停止袭击商船。 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卷入中东泥潭将是沉重的负担,过去二十年的中东反恐战争已经让美国付出了沉重代价,再次卷入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也是难以承受的。 因此,专家普遍认为美国倾向于通过有限军事行动维持威慑,而非真的发动全面战争。 然而,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并非没有风险,恐怖主义复苏的威胁再次成为焦点。 过去的中东军事干预已经为美国带来过911事件等恐怖主义袭击,这一次的行动是否会再次引发新一轮本土恐袭风险,成为了令人担忧的问题。